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面都有一位摄影师 他藏身在照相机之后 常常被观众忽略或者遗忘 但每一位优秀的摄影师都坚信 有些东西如果不用照相机拍下来 就没有人会看见 照相机就是你自己的思想 镜头就是你要土着的瞬间 当你按动快门的时候 你就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了 记录下来的这个瞬间 就是你思想的一个表现 就是你对事物的一种看法 作为中国大型活动图片摄影的拖荒者 毫无疑问 林毅是中国最杰出的摄影家之一 在大约三十年的摄影生涯中 他拍摄了大量堪称经典的作品 2008年出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摄影师 使他的声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而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总摄影的职位 参与得很早 因为当时我们在组建了 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意班子以后 我们就要提出需要有一个专职的摄影师 跟这个整个创意全过程跟下来 因为创意过程的很多景象是不可再重复的 当时我们就建议说只有他最合适 我一个人一模一建议一个人一模说 好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摄影师 来的一模对他也非常满意 张一谋后来回忆说 奥运会开闭幕式原本是没有总摄影这个职位的 林毅先生是负责闭幕式的摄影 维亚导演向我推荐林毅先生时 我对他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直到后来我见到了林毅的摄影作品 并且在和他相处了数月后 我知道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因为组委会希望能够完整的记录奥运会 我们就本着完整记录奥运会的原则去拍摄 那这时候就要有一个人来组织了 就是你要有一个组织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要负责所有的摄影的这个镜头的拍摄 你要知道哪个角度最好 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玉谋 在创作上极为挑剔 从筹备阶段开始 他对图片的要求就非常高 有时他需要根据图片展现的鸟巢视觉效果 来研究具体创意 还会通过彩排时拍摄的图片 检验创意的冲击力和现代感 为了满足导演的要求 民意去过鸟巢的每一个角落 反复研究过不同的角度和视角 设计了无数个拍摄方案 当我们走进鸟巢的时候 它找到就在哪了 它把各个角度 狙击手都布置好了 你不管到哪去 它都能拍下好的动作来 我们那个时候就每天的 鸟巢顶上 鸟巢下面 鸟巢的击脚咖栏 不同的角度 你再试你自己的镜头 背着那么沉重的设备 一会儿你看在天蓬上 一会儿又在场中央 需要体力的 我们比如工作的 每天工作晚上 十二点 一点两点结束 他是不能结束的 他要继续工作 他把一天拍下来的上万张照片 要全部纯入库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 云集了中国最优秀的天才艺术家 作为总摄影师 林毅每天都在接触最核心的创意 精彩的文艺演出彩排 世界媒体都在关注的各种消息 看上去 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机会 然而 并非每个摄影师都愿意留在这里 严格的保密条款 周而复始的繁忙工作 不享有任何作品版权 不得私自发布任何消息 获悉这些规定之后 先后有十几位摄影记者宣布退出 体育记者拍照片是一拍一条 好比说一个动感的流程 他是拿着照相机会高速按下去 一秒钟 两秒钟 这两秒钟可能几十张过去了 这时候他在里面选择一张动态 最好的一张照片 这是体育摄影记者 大型活动记者是要拍摄每一个时段 每一个时间点的瞬间 所以往往我们记录不是简单的记录一件事情 是要完整的记录一件事情 所以在完整的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再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的每一个完整的图片要用 奥运会期间参与我们整个创意策划排练演出工作的摄影师 摄影工作者有很多很多 上百位了 他作为总摄影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他除了需要用镜头把精彩的东西抓来以外 他的心中还要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总体布局 别的奥运会可能不能做到的事 我们北京奥运会做到了 那么这里边我说不得不说到老林 林毅先生 林毅先生呢 他不仅是自己要找到这个独特的角度 独特的瞬间 而且他还要领导一个摄影团队 要让大家都要找到独特的角度 独特的瞬间 就经过他的手指头 可以说记录了整个奥运会 从开始创意到最后辉煌成功的所有过程 所有的角度和所有的细节 那我跟老林的合作呢 开始我是有怀疑的 蔡国强是国际知名的华人艺术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他开始用火药进行创作 在西方艺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2007年应张艺谋邀请 蔡国强加入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团队 任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这时跟随他来北京的是日本摄影师 开始我总是想比较依赖日本的摄影师 因为他们会为我的一个作品 天天去现场考 找这个时间啊 光线啊 蔡国强对日本摄影师的依赖 在遇到灵异之后发生了变化 谦逊随和 常常默默无闻 但行动迅速 从灵异身上 蔡国强不仅看到了艺术家的才华和激情 更是看到了职业摄影师的敬业精神 赶拼命 我第一次做那个大脚印的时候 因为我们当时是用36个炮管 这都是军队那个装甲兵部队的那个兵工厂 专门生产那个装甲车上的炮管的 组成一个脚印 就上下来 那声音的地板震动得很大 那我突然想起说 应该在中间设一个摄影师 也设一个镜头 看这个轨道是怎么跑上去的 可以研究它的那个飘移啊 到什么程度的 这个弹为什么就会飘 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想 我就说那我进 我就躺在这个 这个你要这个大脚印的这个炮的中间 我其实是开了一个玩笑 应该放镜头在正中间就能拍出来 因为第一次做实验 要炸糖怎么办呢 炸糖人就完了 到那个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老林就跑到了脚印的正中间 躺到了地上 然后痛就拍上去 用漫门 用闭门 来拍这个轨迹 都调好了 我也觉得可以了 一声炮响 一声吶响 放 这时候这个 呼一声 这个什么都听不见了 呼一声 我就闭着眼睛 把这张作品完成 一炸完了 我们赶快看 老林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事 站起来了 因为那个发射的时候 那个36个炮 那个撞击地面的那个震动很厉害 我们是站了一两百米外 那个地都 都撞一下 我所亲历 亲历几次 看他发生意外 摔倒 爬楼梯的时候 脚底大滑地摔倒 他那个体重比较重 摔到地上 都是很沉的 很危险的 但是每一次摔倒 不管在什么地上 是在水里 还是在楼梯上 还是在哪儿 每一次摔倒 他都是背不着地 怀里抱着照相机 他会在最短时间 走出反应来 他从来不会人摔倒以后 赵凯基出手摔出去 没有过 他把赵凯基看得比 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 蔡国强与林毅的合作 便一直没有终断 人家艺术家喜欢跟他合作 也不光我了 还有其他导演都喜欢跟他合作 有一个东西 他主要就是 很愿意听艺术家的观念是什么 他这个作品在传达什么意思 而且有什么特点 应该怎么去把它拍出来 才能把艺术家的创意给实现 他是张艺术眼里的奥运英雄 他是张艺术眼里的奥运英雄 摄影家的传达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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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 他说他没想到我会做出这样一本划策 是你的划策让我看到了重新看了一次 奥运会 因为在奥运会的所有的时间节点上 我们都有场面的照片 中景的照片和特写的照片 所以今天在这本书里看到的 你可能都看到在我们观众席 每一个观众甚至在电视屏幕上 看不到这个瞬间 把我们百年的梦想在这一瞬间 等于我们记录下来 百年的梦想 我觉得应该有百年的延续 他的照片库存量不是以千张万张 是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张这种记录 百分之九十的照片都他自己个人完成 虽然已经过去五年了 但是看这些照片还真是特别有感触 也把这些监护的排练过程记录下来 最后留给后人能够观赏 这是林毅从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一张照片 拍摄时间是2007年7月27日晚 地点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正在排演的是开幕式读舞节目思路 女演员是刘延 在这张照片拍摄完成两秒钟后 刘延从舞台上跌落 那天我就在鸟巢的底下 开始加急拍拍 拍着拍着拍着 刘延就掉下去了 那个瞬间所有的镜头都有 我一看坏了 刘延摔下来了 这时候我就把相机扔在那儿 拿了一个相机就冲进去 当时那时候华奖的这些战士还不让我进 说我们在表演呢 我说停吧 已经停了 说有人出事故了 后来导演组上面可能是一谋导演说一句话 让老林进去 我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我就问刘延 我说刘延你怎么样 刘延说我下声没直觉了 这个时候呢 我还一个手拉着他手 我说你要坚强 有什么事没有 我一个手还拿着照片机在拍照片 我那个职业的当时的职业想法 这个瞬间虽然很残酷 但是这个瞬间我觉得应该留下 因为你要记录当时的这个情况 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 张艺谋为刘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对开幕式的一片赞扬声中 我永远不能忘记你舞动的身影 你是我心中最深沉的痛 你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 如果能看到你重新站起来 比任何赞扬声都让我快乐激动 我后来有一幅舞蹈作品 刘延第一次能够出来表演了 坐在轮椅上表演了 我拍了一幅作品 就是我要飞翔 我是用两个男演员的动感 加刘延的一个舞蹈的姿态 拍了那一幅照片 他把不同的角度的这种画面 是吧 通过他的独特的这种曝光技术 使得刘延清晰的占据了画面的整个的中央 但是舞者为他跟他一起跳舞的舞者 为他形成了一个在空间飞翔的一个很好的画面 他是好莱坞群星的传奇偶像 他被评选为百年来美国最伟大女演员第一名 好莱坞影星系列之凯瑟琳特本 准备工作吧 林毅最早接触舞蹈摄影 是替著名舞蹈家陈维亚拍摄舞台剧照 这个工作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拍摄手法 及其作品风格 陈维亚导演准许他自由自在的在排演时去拍照 他在舞台下仔细观察 甚至可以在台上的演员中走来走去 以不同的方式把同样的景物一遍又一遍的拍摄下去 他可以说现在他是一个准舞蹈家了 衣服什么呢 我发现他渐渐的跟你说话的时候开始手舞阻挡了 他有舞蹈欲望 他经常是这样说 应该你应该这样跳 应该那样跳 甚至有时候他会参与到闯作中去 他会到台上去给演员摆造型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你应该跳起来 让他那个动作更舒展 就是整个他的舒展度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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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拍空中动作是有他一绝的 你跳在空中他根本不看镜头 他不张气谁会往哪个角度一翻 一按快门出来 准是在空中最佳的角度拍出来 他的影像是透过静止的影像的画面 去捕捉舞蹈的流动的美 月光这部照片把杨丽萍摆手之后 你似乎看到那个手腕和摆动的手 因为他速度非常快 好像四连飞连 好像杨丽萍的手 像两个鸟的翅膀一样 几乎要挣脱开自己的手臂 然后飞翔而去 那样一个瞬间极其唯美的 但是如果你在现场看杨丽萍的表演的话 因为他摆动的太快了 太迅速了 你对那种静止的造型当中的杨丽萍 舞姿的独特的美 你可能是肉眼常规的舞蹈的心肠 是拿不住的 他用舞蹈的情感和韵律在拍摄照片 所以凡是经过他拍摄的舞蹈舞剧 我的很多作品 照片一拿来 我都爱不释手 都是那种凌固了最精彩的一瞬间 越拍越有兴趣 而越拍越难 越拍越难 越拍越难 舞蹈摄影其实是很难的 你要想把舞蹈拍得非常出色 让这舞蹈能够动起来 动力进结合的图片 那是真的 近些年 林一的年纪比过去大了许多 与他合作的艺术家和著名机构也越来越多 但在荣誉和光环的背后 却是摄影家自己在创作上的困惑 他不愿意在正统摄影家的位置上停留 但创新之路却是如此艰难 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一是有一个流动的感觉 二是有一个蹦刷球的感觉 还是做两次曝光合成 有一次机会我跟都先生 都本基先生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俩一拍即合 说咱俩创作一幅作品 我们都是一种 属于一种不甘寂寞的 不没守成规的这样的艺术条 我们最起码我们是有这个共性 我去拍一个倒影 你在这个倒影上做加工 来完成一幅作品 我想可能这种是一种尝试 也是一种跟别的人不太一样的一种尝试 很多东西我是在他的基础上 我只是给他做一些补充 整个的大面积的一些一些背景的处理 还是靠他的照片说话 只有这种探索的过程 才能够产生一种比较优秀的一个作品出来 我觉得它形成一种细叠的感觉 我们就会给世人的一种美的一种展示 是神非的那种 咱们搞一点